凤姐上线在人设,偶尔灯她,爱情时常不可信的娱乐圈里,唐嫣和杨妮的姐妹情,曾经算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存在了。 毕竟,在2014年杨妮的婚礼上,唐嫣是唯一的伴娘,然而昨天唐嫣结婚了,伴娘不是杨妮。 不仅如此,杨妮因为工作原因,甚至没能出现在婚礼现场,只在唐嫣官宣之后转发了她的微博,已在线9分钟的时长,完成了对闺妮的祝福,有人说这是虚假的敷衍,也有人说姐妹间的真心意。 不必被你们这帮网友感受到,无论事实如何,杨妮与唐嫣都为我们完整,得呈现了成年人有益的全貌。 开始的时候是对方若珍宝,两人微博的频繁亲密互动,满是对方才听得懂的秘密,后期却疲于定期保养维护,越来越多的资源冲撞,被放到一起比较,越来越可套的生日祝福。 直到各自有了恋爱和家庭,也重新有了各自的好友圈,明星是个特殊的群体。 但和普通人一样的是,大家都对成年之后友谊的褪色无能为力,用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心灵交流,自我暴露,彼此整合。 参名之初的一番友谊,曾经以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,却终究逃不过渐行渐远,面对无能为力的事情。 人们最擅长通过贬低他来进行认知合理化,讲到后的友谊都是虚假的,掺杂了太多利益相关,姐妹情不过是相互利用。 如此一来,在失去他的时候,我们就不会那么失望难过了,对自己也好,对朋友也罢,越来越被妖魔化的成年人友谊,让我们对友情的期待变得欲加克制。 但偶尔,理想中的友情,仍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,召集现实生活,一成年人的友谊,需要给工作让路,随时随地加班的白领们,是没有说走就走的火锅局道。 这网通常是一群朋友中最先被抛弃的人,但真正的朋友,会在我为了加班而放他鸽子的时候,选择原谅我,爱成年人的友谊,需要提前预约,并平淡维护,周末出去一天满满当当约好,自拨而朋友,每个人顶多安排两小时当期,但真朋友,是可以为了和对方出去旅游,而提前半年都打, 像老板一次性请完所有的年假,三成年人的友谊,大多是与共同讨厌,比如某个明星,某个观点,或者某条经理,却也可能终止于共同喜欢,比如某一个人,而真朋友,是那些三观经历或无数讨厌,最终彼此契合的人,即便共同的三观不一定那么正确,但偷偷两个人在一起聊过多少单话, 那都是两个人的秘密,四成年人的友谊,是给你每一个姓猫狗,的朋友圈点赞捧场,并评论太可爱了,但真朋友,是你出差前可以放心的把猫狗交给对方既养的那个人,五成年人的友谊,依靠互相分享,微博沙雕段子来文戏,而所谓的默契,不过是两人刷,到了同一个段子,分享给对方的时刻, 但和真朋友聊天,可能连一个流行的表情包都不用,因为不怕语气冲撞,彼此也不需要用非言语线索,来辅助自己的表达,有成年人的友谊,很少存在能够放心分享的喜悦,尤其是经济方面,同甘苦的相处模式,不能完全适应同富贵的阶段, 但面对真朋友,是我问你借钱时,我不会有亏欠感,我借钱给你时,我不会有恐惧感,七成年人的友谊,是客气有度的,毕竟是两个独立的个体, 谁的底线在哪里,谁的死学又在哪里,是一个高深的课题,一旦把对方当成真朋友,说一声正而八经的谢谢,都会让人怀疑,彼此是不是疏远了,宝宝和爹这样不让人误寒的称呼,绝对是不存在的, 八成年人的友谊,是有间歇起伏的,如果对方最近刚好失恋,那么你们的友谊,可能会暂时达到一个峰值, 但真朋友,就算忙恋爱也不会将你冷冻结冰,从不会让对方感到自己是空窗气被开, 九成年人的友谊,是当面商界互吹,背后却能从别人那里,听到八个版本,对方嘴里丑恶的你, 而真朋友,是私下可以互推到体无完肤,人前却容不得别人说,你半点不是,你放的屁都是香的, 十成年人的友谊,会有功利性的交流,相互寒暄,开场白,了解近况,真实诉求, 每一句话都是循序渐进,本着拉近关系的目标而去的,但和真朋友聊天记录里,大多数都是废话, 十一成年人的友谊,是一定会掺杂着嫉妒的,希望你过得好,但不要过得太好, 而你和真朋友,必然一起经历并处理过极度,而这份留存下来的友谊,也承受到了任何比较。 十二成年人的友谊,是能在线上聊一整夜,却不能在现实中一起逛半天的街, 因为线上的交流须与位移,面对面的交流却需要真情实感,而成为真正的朋友, 可是经受过一期旅游这种终极命题考验的, 十三成年人的友谊,是在吃饭时周到的询问对方的一切喜好和忌口, 在和真朋友一起吃饭时,你会放心让对方点擦,只是坐着等吃的就行。 十四成年人的友谊,是在口红,包包的好物推荐, 网红餐厅的彼此种草过程中,默默的祈祷对方比自己先破产, 但真正的朋友,是会在微信群里,分享家用房到摄像头, 养生新闻或者防片技巧,像一位老母亲一样为对方操心。 十五成年人的友谊,是建立在圈子,家庭,工作,婚姻稳固的基础上, 一旦有哪一方面婚得不好,预知相关的朋友都会渐行渐远, 但是,这次没有但是,现实很残忍,大多数的友谊都比较短暂, 也许七十岁一起打麻将的朋友们,并不是十七岁和你一起打电动的那群人。 结婚时的伴老板娘也不是大学宿舍的上下铺,但从每一段友谊中获得的情感支持, 却不会因为一段友谊的结束,而从此变成假的。 成年人的生活如此辛苦,相比于工作、家庭, 友谊也许永远不是你在分配时间和精力上的第一, 顺位,正因为如此,那个等你处理完一切之后才想起来的朋友, 没有因为等太久而走开,没有因为隔太远而忘记, 才显得更加珍贵,平时偶尔联系不会频繁打扰, 有时定会帮忙顺利攻亲,见面必定亲密真诚, 这大概是成年人留意最好的状态, 编辑,Rocco鸭子专闻,鸭子,金子,鸡子,小猪, Senza,Nano插画,Frederick Malti, 版式,花生米,C, 还想看更多乐际Self已经改名为黑凤梨实验室, 爆黑凤梨实验室,加得你的新标关注吧。